也可以免费发一个两次 就是如果不达十年 我们可以免费发一个两次入境 两次入境 半年之内两次入境 就是有两个选择了 将来等这个疫情管控措施好转以后 大家手上的这个时间多次签对 可能是可以用吧 而且呢 而且因为这个疫情产生的这种影响 可能比如说从2020年到3月26号开始 那个签证都不能用了 如果说将来比如说 比如说在某年某月头 就是2023年比如说 比如说七八月份 假如说会漏了 但中间因为三十三年 将来也可以根据大家的意愿 给大家免费发一个三年的签证 就是说 不会担住大家这个希望的这个时间 不过就是现在如果想回国 需要申请一个新的签证 其实申请哪个种类的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可以申请判亲的 也可以申请相互的 就是旅游的不可以 旅游的还不可以 然后到中国就医的不可以 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他都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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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